我们人不能总活在过去痛苦的未来 因为我们过去做错很多事情 我们的回忆会经常刺痛自己 加拿大的科学家曾经研究发现 在人类的记忆当中 痛苦的记忆占了80% 而快乐的记忆只占了20% 所以当一个人只要回忆 基本上都是痛苦的 所以长期的回忆会给人带来忧郁症 所以忧郁症的结果就是自杀 想不通 看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好人 所以现在每一年忧郁症的自杀率已经是100万 我在八蛋岛开法会的时候说 相当于整个八蛋岛的人口总和 所以人为什么要想不通呢 人要想得通 要明白 要想到这一切不会长久的 我们年轻时候的不开心 不如意和烦恼 很快的就忘记了 我们今天的苦恼可能等到50年之后 我们早已经忘记了 所以想一想今后我们就会离开烦恼 只有离开烦恼的人 只才能有新的生活 所以在新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做新人 有新的生活 忘记过去 你就拥有未来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